为了让市民更好体验并享受圣盖博谷的多样自然之美 阿罕布拉市图书馆将举办为期两个星期的文化交汇 孕育新美的展览庆祝活动 主办方希望通过一系列充满文化多元性的活动 让圣盖博谷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沟通 这次的系列活动将于9月20号开始 10月2号结束 本次的活动策划人Andrea非常喜爱中国的原艺 他在中国期间了解到很多中国花卉 植被等 被输出到世界各地 其中许多被人喜爱并熟知的品种 例如玫瑰最初都生长在中国 而Andrea希望让市民看见这些美丽的原艺艺术 并了解他们的背景 从而增进更多人之间的交流 9月24日下午 系列活动第一项 我们为何苗花绘草将在阿罕布拉市图书馆举办 接下来还有美食源流讲座 一日艺术家体验营 以及阿罕布拉生物多样性素茶竞赛 除此之外 展前艺术体验营已经在阿罕布拉市农夫市集开营 9月11日 15日 以及18日都会有缤纷多彩的活动 阿罕布拉图书馆希望民众积极报名 踊跃参与 详细信息可上网查询 阿罕布拉图书馆